大家好,我是农民云飞 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 我在农村待了五年了 今天我把去舍的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看一下,这里是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去年的时候还没有硬化 甚至一种土泥巴的池塘 里面老是藏了好多屎 池塘和那个黄山 可以说是群山出没的地方 你们看这边的地方 在农村待了五年了 我在这里曾经遇到过两次池 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玉米地这里 遇到过一次池 那时候我正在这里翻红书一样 那个池塘就趴在这个玉米地 这个根这里乘凉 我家的小狗在这里叫 后来我就用那个石头把它 用石头扔了它一下把它吓跑的 这片是我种的小菜园 还有一次我在这里摘西红柿 在这里摘西红柿的时候踩到我一条上 把我的脚给摇了一下 当时我花了一百多块钱 就是前年夏季 让我记忆深刻 后来我就在这个地方摘了好多这种植物 大家看一下 看这里也是 从去年到现在 我在这里无论摘什么菜 再没看到一个石头 这种大红色的凤仙花 我感觉这个去摘效果还是蛮好的 如果在农村或者是在山区 是经常出没的朋友 不妨都在家里多摘一点这个凤仙花 可以很好的去赏 还可以美化环境 这些凤仙花都已经调落了 以前这里好大一片 这里下雨的时候这里好多水 把那个凤仙花淹死就剩这么几颗了 你们看这一片 这片地 如果不接上这个凤仙花 我们这里叫指甲花的话 很容易招来这个蛇的 这里经常群蛇出没 这个凤仙花 对于去蛇效果很好的 有这种大红色的 看这片 人也很少很容易招来蛇的 我们农村有一句俗话 就是说遇到蛇的时候不要把他打死 把他赶跑就可以了 很多老人说如果把蛇打死的话 会招来群蛇攻击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每次都是把这个蛇给赶跑的 我认为这个蛇 对人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蛇是老鼠的天敌 如果把蛇都杀光的话 这个老鼠 老鼠就会控制不住 老鼠 这个蛇经常抓这个老鼠的 对人也是有帮助的 是老鼠的天敌 是老鼠的天敌